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那些事 你我她的事 我想答给你 再见 不好意思 跟妈妈讲话 阿姨小姐 你是吗 没有重要的事 因为乐林人士是高风险族群 我每天打电话给她 要她乖乖在家 不要下楼 有什么重要的事就让我们帮她办 是 在这个非常时期 年长者最好就是不要出门 我也是这样跟我妈妈说的 不过我妈妈问我 那些独居的年长者有什么办呢 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如果我们的年长者需要帮忙的话 可以拨互联中心的热线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从旁协助 我知道SG United就是心心相连的平台 有筹办很多筹款活动 为这个弱势家庭和年长者 提供经济援助 那就好了 我知道很多老人家 其实平时很喜欢在组屋楼下 跟朋友聊天 想象棋 可是在这一段期间 要他们大家家里真的是很辛苦 很心烦的 所以每一天可以看我们的节目 不知道可以看到我们 还可以煮东西 做运动 打发时间 爱老迪处来 教人做节 做运动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内老师我来教你们做运动 所以先把你们的水平拿出来 先找出来先 我们今天教你用水平怎么训练下半身 但是在训练下半身前 我们先不用水平 先让你怎么样 习惯这个动作先 请你先把你的两只脚以肩同宽 手扶住椅子先 我们要先做热身 所以把脚踢出来 好 用脚跟碰地板 好 回来 换一只脚 回来 好 来 一起做 来 一 二 好 老师有特别讲过这个动作 它是有一定的节奏跟节奏 所以不是这样子去摸它 而是点回来 点下来 换另外一边 很好 来 把背打直 来 再做十个 十 九 八 很好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把脚打开 一 二 很好 三 四 因为我们现在在热身 等一下的肌力训练都是下半身的 那下半身的运动呢 它是比较吃力的 所以等一下在做的时候 请你量力而为 椅子一定要拿一个固定的 不可以让它拿一个会移动的 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好 来 把脚举起来 会觉得内侧这里紧紧的 好 放下来 我们先做十个 来 一 二 三 四 我们还在热身阶段 很好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来 换一只脚 好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碰地板 但是不可以 你就把脚放地板上 没关系 来 七 八 九 十 好 放下来 好 现在换右脚 把脚往前踢直 我们现在都在热身阶段 所以现在还不要做这么快 来 一 二 二 三 四 在家做的人一定要把它数出来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放下来 好 换一只脚 很好 老师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要数出来 是因为要预防你不要憋气 好 很好 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好 放下来 好了 两只脚夹在一起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放下来 好 现在热身都差不多了之后 把水瓶拿进来 来 这个水瓶里面有装水 对不对 如果你发现太重 你可以把水瓶里面的水给倒掉 没有关系 好 现在把水瓶夹在你的大腿跟膝盖后侧 可是你发现如果你穿长裤的话 你会夹不住 没有关系 你可以拿毛巾来代替 拿毛巾来代替 当你把水瓶夹住的时候 你的肌肉的后面这一侧就会用力 所以上面跟下面就会同时用力 所以这时候会训练到更多腿部的肌肉 好 夹住之后 手扶住椅子 被打直 把脚举起来 可以的话放下来 不要碰到地板 准备了 开始 一 二 三 再做这个动作可能会比较困难 记得 如果你发现水瓶太重了 把水倒掉 或是你夹不住的话怎么样 就拿毛巾 很好 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好 换一只脚 好 来把它夹住先 背打直 开始 一 因为这个动作 它的运动量比较大 所以你一定要数出来 记得身体不要动 很好 加油 夹这个 水瓶是会让你印到更深层的肌肉 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放下来 好 水瓶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来 把它给夹 两只脚夹在一起 好 来试试看 好 夹起来之后拿起来 放下来 可是因为第一次做 拿水瓶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你拿起来可能会不稳 所以你放下来的时候 先放在地板上没有关系 来 准备 一 二 很好 三 当你的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两只脚是不是夹住它 这时候你的内侧就要用力了 它将会用到更全面的力量 但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的身体会歪一边 代表你这边的力量太多了 所以你要平衡它 加油 很好 三 二 一 好 来 现在请你把水瓶夹在两只脚的中间 好 这时候请你把椅子往后做一点点 好 把脚伸起来 注意 水瓶不可以掉 好 放下来 这个动作比较难 所以请你安全是最重要的 好 来 开始 一 二 很好 记得不要用甩的 是用移动的 移动是你可以控制的范围 加油 再做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好 放下来 好 现在先把水瓶放旁边 再做刚刚的动作 来 你会发现 刚刚的动作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好 抬起来 放下来 你就会发现 有水瓶跟没水瓶的时候 两个感觉有差别 好 来 一 二 三 你会发现 原来我的脚可以这么地轻盈 好 来 做最后三个 来 三 二 一 换脚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换脚 踢出来 一 二 三 四 经过水瓶的训练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不用任何的辅具 原来我的脚也可以这么地快速 很好 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换脚 来 记得把背打直 十 很好 四 五 六 七 记得数出来 八 九 十 好 放下来 好 我们现在做踏步 缓和一下 老师刚刚教的这些动作 你有没有发现 水瓶是一个很好用的辅具 所以当你把脚夹着的时候 你可以用到更深层的肌肉 但是注意 老师刚刚有特别讲到 如果你夹不起来 可以怎么样 用毛巾来夹 好 我们还在做缓和 因为今天比较辛苦的关系 所以你不可以马上停下来 要做一下踏步 让身体的肌肉都先放轻松一下 很好 来 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记得数出来 五 四 三 二 好 把手脚往前踢 一 二 不同手 不同脚 好 这个动作可以把大腿的肌肉拉开来 所以我们一样再放松 很好 当我们肌肉在做训练的时候 会有紧绷的感觉 那紧绷的时候你要让它适时地怎么样 放松 好 记得不要憋气 今天会比较辛苦 随时喝水 很重要 好 来 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现在把你的左手扶住椅子 右脚伸出来 脚跟朝天花板 右手伸起来 好 来 吸气 吐气 摸脚尖 摸住之后十秒钟 一 二 把膝盖打直 十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好 拿起来 换手 换脚 来 吸气 吐气 好 今天的运动量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脚 还是有点紧紧的 酸酸的 你可以继续做这个拉筋的动作 甚至把时间拉长都没有关系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咪好起来 好 来 把手打开来 做深呼吸 来 准备 吸气 好 来 吐气 好 一次比一次慢 第二次 吸气 好 来 吐气 最后一次 来 吸气 好 来 吐气 你做得很棒 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 好 谢谢 两位今天的这个动作应该感觉不错吧 脚乱 很酸 用的是夹那个瓶子吗 是 其实我们夹的那个毛巾 感觉有点好像在拉住拉住这样 所以我在想老人家会不会 会比较吃力呢 如果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这些动作我有经过一些设计 所以如果当它夹水瓶的时候 它夹不起来夹毛巾 它其实可以用到更深层的肌肉 去稳定它的关节 所以倒不用担心到危险 而是能不能做得到而已 但要多练习 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Net老师其实是有这个执照 就是专门要训练这些乐龄朋友 所以课程都是依照他们的需求设计的 对 所以两位要先好好练一下 是 然后可以在家里陪家人一起做 为你同谋 是吗 你是这样吗 我可以陪妈妈做 对 给你听出来了 好吗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运动可能要循序渐进 对 是 大家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那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更好 有一天如果你觉得 可以轻松这样做这些 今天的这个运动的话 就是你已经不错晋级了 对 是 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加油 保持身心健康 生活小常识 买菜下厨更省时 那下来我们要继续再跟大家聊鱼 前面的这几堂课 大家应该对鱼已经开始有一些认知了 经过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的细心教导 阿姐 有进步了吗 你要考我才知道 真的吗 好 马上考 现场哪一种鱼最贵 中间这个雪白雪白的雪鱼 对了 我们说的这个雪鱼 其实那个雪鱼名是叫Pentagonian Two Fish 这是就是这个贵的 油之高的 雪鱼它的油分是差不多20%到30% 所以你吃的时候它的鱼是很油 好像Atlantic cod 它的油分会比较少 比20% 它的肉会比较扎实 对 那个其实便宜挺多的 可是统称在新加坡 我们都把它统称成Cod 其实它Cod里面是很多种叫法 所以这些雪鱼你可以拿来用烤 好像放鱼鱼 味噌鱼 拿来烤 是非常好吃的 我喜欢拿来炸 因为它的油分够 你怎么样炸它 它还是这样好吃 可能在看这个节目的人 心里头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它贵呢 全球的这个需求大 我们不只在新加坡 在很多地区都很喜欢吃这个鱼 因为它是野生的 所以它就有一个控制 不是说要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就会把它的价钱推高一点 这一听下来就知道 它有它的原因贵 是 那在它旁边那个呢 阿姐知道是什么鱼吗 看得出吗 红斑 这个是红斑 这个是石斑 所以这都是斑类的鱼 不是红斑吗 不是红斑 我的意思是 对 红斑 所以这两种它的差别是什么 第一红斑一定会比石斑比较贵 那因为它的颜色也好看 有些人也觉得这个肉质比较幼 口感比较好 蒸出来它的肉比较白 新鲜的鱼最好是拿去蒸 它本身它的鱼的味道是很甜的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煮呢 可以 你可以好像拿去焖 焖 烧烤 其实这样新鲜的鱼去做汤也是很好 因为你不要把它这个鱼肉煮了太久 还是炸得太厉害 因为它很新鲜 所以你要吃到它的口感跟甜味 你知道吗 你熬汤吗 这个鱼你片的比较薄 然后这个汤滚滚了 你放那个鱼片在那个碗里面 汤稍稍倒进去 我跟你讲 那个鱼非常甜跟好吃 放一点饭在里面 泡饭鱼片汤 真的 讲得好饿 真的 我刚才刚才讲到非常好吃 这整条其实是它的小弟 因为这个鱼肉是从一只比较大条的红斑 切出来的 那这是红筷 就是家里可能会拿整条鱼来蒸的吃法 所以如果你是买这样一整条的话 你就直接切了画花纹 然后就可以拿去蒸 对 这个什么都不要碰它 拿去蒸 蒸了 然后放一个杆酱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那种感觉上 你看到它的鱼肉这样白白 然后很干净的 感觉上好像就没有那么腥 可是旁边的这个 好像有一点腥味的那种感觉会吗 对 这是沙巴 在日本餐馆你们吃的那个沙巴 可能你会觉得它的味道比较重 因为它本身油脂非常的高 通常我们这些沙巴 在本地常吃的沙巴 都是从挪威那边来的 其实这条沙巴是算小条 沙巴在挪威的 可以好像这样大条 可是沙巴不是小条 通常人家都是烤来吃的 对 它的价钱不高 可是身价高 因为在餐馆什么 通常它会卖得稍微比较昂贵 可是如果在家里自己烹饪的话 其实是挺不错的 好 那我们紧接着下来 另外一边这里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应该 潮州人都会比较喜欢的吧 对 好像潮州人都喜欢青蒸鲍鱼 对 潮州蒸这个我们第一个抖昌 英文叫做中国抖昌 潮州的话是抖昌 抖昌 那下面这个是金蒸鲍鱼 那这是黑蒸鲍鱼 马来话也叫巴挪 好 丁丁 问题来啦 阿姐 你知道这三种 哪种最贵 这是最贵的 最难看的是最便宜的 对吗 基本上可以这样子说 乱猜的 你很厉害猜东西 Jordan每次猜很多对 所以它们身价的差别很大吗 对 挺大的 因为这个斗仓比较常用于在仓馆 或者是在过年的时候 那这个金仓就会算至少便宜一半的价钱吧 对 可是它也有一些 这个鲧鱼的香味跟油脂 这个黑鲧鱼拿来煎 还是大火来炸也是很好吃 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 你把它的鱼肉拿出来 它的皮扒掉 你切成小片 薄薄 然后你按这个青的柠檬汁 给它吸生一下 放一点盐 就是腌它 腌到它熟 放在冰箱里面 差不多20到30分钟 然后好了 你拿出来 其实这个已经准备了 我们还会做一个酱汁 就是辣椒酱汁 把它捞 变成一个鱼 辣椒 好 在家看节目的阿公阿嬷 记得马上去试一下 其实我跟你讲 不说你们不知道 健康那些事是很红的一个节目 我们这样连续两三集 你讲了鱼 全世界都应该会去买鱼 应该很多人在家里会开始 做各式各样的鱼了 好吗 好 那当然今天要非常谢谢三位 好 谢谢 谢谢Chef 谢谢晋婷 谢谢阿姐 健康那些事 饮食这件事 其实大家也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的日子也慢慢地恢复正常了 那当然有很多的措施 习惯这些 大家还是要遵守的 希望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对 因为现在有些人已经回去工作岗位了 那如果你回到公司去做工 记得同事跟同事之间 要错开做工 还有吃饭的时间 还有有很多东西 你人家说什么东西 比如说措施 电脑 要吃饭的时间 要吃饭的时间 要消毒 是 非常重要 那当然除了那个之外 如果可以不用回到公司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视讯 我们的这个会议来进行 这样就可以减少大家聚集在一起 对 好 那当然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的Chef又来了 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做一点清淡的 就是潮州肉圆跟鱼粥 好 现在我们就要做那个汤头 我们就先把姜鱼仔跟干贝 放进那个水里面 给它滚 Chef 这些材料下去熬汤要熬多久 差不多45分钟 它的味道就会出来了 对 就很甜 然后我们放两片扁鱼 米盒 米盒 这个的味道其实很香 这真的是专潮州人才会用这个扁鱼的 所以这个扁鱼在要放进去熬汤之前 是要先处理过吗 好像炸过是吗 这个扁鱼事先先炸过它 炸过它 我们先留多一片 等一下你炸到它脆脆的时候 你就放在那个粥上面 然后你吃的时候它有一不一样的口感 如果扁鱼它来的时候是晒干而已 是 晒干而已 它味道还是不会这么够 所以你炸过后 还是拿去烘的话 它会更够味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先做那个猪肉圆 所以猪肉圆我们有三个很基本的调味 麻油 酱青 调味 对 还有蚝油 好 这个肉圆 每个人他们在做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肉一放进去里面会散掉 我建议就是先把它放进冰厨里面 冷冻它先 只要给它定型冷冻就好了 好 所以你冷的时候加进那个汤里面 它就不会散开 有些人也喜欢加一点太白粉下去 加鸡蛋 我加太白粉 对 所以我本身就尽量越原汁原味越好 所以如瓶姐 你放太白粉的原因是因为 你要它成一粒粒粘 不是 我觉得放了太白粉 它比较滑 如果它是整块肉的话 真的就会有那个作用 就是你的原材料也是很重要 今天我们用的是红斑 鱼 鱼 所以有些鱼我们也是有放一点太白粉 放进去 它的口感会比较好 但是红斑自己本身的口感就很好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加太多的那些粉 还是什么 对 不要浪费 对 好 你的汤滚了 对 感觉上 如果你真的说的话 潮州粥就好像在吃泡饭 泡饭 对 你看到米的 对 有看到米的 好 肉脆搅拌均匀后 来 我们就做成肉圆 所以这个肉圆的大小是看个人的喜爱吗 不要太大力 不能很难熟 也不要太小力 不能口感就不在了 好 肉圆做好了 我们就把它放进冰厨里面冰冻 大概差不多30分钟这样吧 30分钟 好 那个汤头好了 我们就把姜鱼仔那些材料全拿掉 只要那个汤而已 对 好香 好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洗好的米加进去 今天用的是什么米 泰国香米 那Chef 我们这个米要净过的吗 要净吗 不用正 因为这个只是洗过就好了 因为这个是潮州粥 我们需要它粒粒分明 那Chef 我们要这样煮 要煮多久 其实这个米煮差不多半个钟头 这样就差不多好了 然后半个钟后 你不可以给它放太久 它的米就吸收那个汤汁 那个米就是干干的 那Chef 我们在煮的当儿 它会溢出来吗 对 那怎么避免 其实我们就要一直去搅拌它 然后火候的控制 不要用那个盖去盖住它 当你在煮那个粥的时候 因为它很快就会溢出来 你不知道它里面多滚 对 那个饭差不多八分到九分熟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肉放下去 好 你看它在冰锅里面 它就比较定型 所以它放下去它不会散 其实我在这边 你看两米之外 我都闻到熬出那个上汤的香味 其实这个炒猪猪 那个上汤真的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把那个鱼就放下去 喝来了 好 这样差不多 给它煮差不多五分钟 就可以上盘了 Chef 我都会吃到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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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调味料 我第一口就已经吃到那个脆脆的扁鱼 真的是很棒 而且我很喜欢这样 好像泡饭的感觉 有点汤头可以喝 又可以有饭 下鱼的时候吃这个是最好的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然后明天要去煮了 而且那个鱼 很新鲜 很新鲜 对吗 对 Chef是潮州人 是吗 所以潮州人每次有一句话 对 其实说到这个煮粥 很多时候人家在煮东西的方面也在想 到底原材料 我们的鱼 肉这些 什么时候应该放进去呢 其实就是把那个粥煮到九分熟 我们就加那个料进去 不用煮太久 每个人都很喜欢煮很久 然后因为怕不熟 怕不熟 因为心里就是一直怕不熟 怕不熟 其实很快就熟了 对 是 我们煮健康饮食的一些小贴士 大家要记起来 健康那些事 你 我 她的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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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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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